有一次 为了两百块钱 我爸妈就打起来了 为了聊他们的安静的晚上 只要我们把你喜欢人男生 给我两百块钱 那是我第一次拿男人的钱 如果可以 我不会再回路程 我需要一个全新的地方 没有人会在意那些狼狈不堪的过程 可是我没有 我离开火车 走了大半个地球 可最后还是火车的他们的样子 我让你失望了吗 喜剧 咱们郑家有你 出去闯就够了 只不过 我没有选择 那你就甘心一辈子 走在三叔三水 还有男一身边吗 你不去孤儿 你永远不会明白 妈 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 丝毫不敢任性的人 从小到大 莫非是想提醒他 不用活在别人的恩典 可哪个家里 没有这样一个人啊 你是闪了所有人都像 你弟弟那样 我不瞧见他 呵护你是吗 我要你把我当个人 尊重我 离婚吧 喜剧 你的人生 全是甩不掉的包袱 但是我最想改变的 是你的人生 姐 我会留在龙城 哪儿都不去 你是要被我拖累死吗 可家人不就是相互拖累吗 你帮你离婚 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也该付出我的了 喜剧 去管你的人生吧 我要做你和南英的大本人 为了你们 我做什么都行 我从小就是成全别人美去自己 可这次 家里有我的朋友 小时候 我们迷路了 最后 是东尼带我们 走回了家 喜剧 我来带你回家